近日有舆论认为 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下降 大陆应当采取以武促统 以武促和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对台施加武统压力 来争取实现和平统一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 愿尽力争取和平统一 同时做好应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活动的充分准备 长期以来呢 我们为解决台湾问题 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它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同时朱凤莲表示 台独分裂势力极其行径 公然挑战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严重损害了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空间 始终坚持做好应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活动的充分准备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意孤行 甚至铤而走险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发言人还是强调了大陆和平统一的愿望 他表示 只要有一丝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大陆就会近百倍的努力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 都会参与了大陆和平统一的愿望 都会参与了大陆和平统一的愿望